国际消息看到随着以色列同意开放拉法口岸 允许物资进入加沙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运送救援物资的第一批车队已经准备就绪 但是他指出医院的发电机 救护车和海水氮化厂也急需燃料 因此敦促以色列容许燃料进入加沙地带 在美国的斡旋下 联合国表示将有20辆援助卡车 获准从埃及进入加沙 人道团体随时准备好运送救生物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对加沙人民的健康福祉深感担忧 因为那里正在遭受炮火轰炸 不过世卫组织依然冒着生命危险 为加沙提供足以照顾2000名病患的医疗物资 但这些还远远不足够 加沙迹和危险在他们自己的安全 谭德赛还说除了食品、水和药物 医院的发电机、救护车和海水氮化厂 也需要燃料来继续运作 所以他促请以色列可以把燃料也列入救援物资的清单中 到访埃及开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也呼吁尾巴双方立刻停火 并且迅速为那些被围困在加沙的人民 提供人道援助 埃及官员透露 古特雷斯将前往拉法口岸 监督救援物资车辆进入加沙的工作 埃及星期六将召开一场峰会 讨论加沙危机和巴勒斯坦前景等课题 预料古特雷斯到时也会参与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